各位早晨,今天是2月9日 昨晚美股方面三个指数全线收跌 跌幅介乎0.6至1.6%之间 市场继续担心美联储是否要继续猛烈加息 至于港股方面,今天低开百几点之后 跌转升,最新升百几点 都继续在一个调整当中反弹得太急 另外就是近期热炒的人工智能概念 很多时候热炒的行业炒得太急 不可以拥抱 最主要不要看着消息炒 最主要是看着资金和走势部署